哈喽,大家好,我是手上浩金龙 那大家也知道韩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外在形象和审美的国家 那审美也真的是刻到了韩国人的骨子里 包括吃穿住行的各个方面 因此也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 虽然来说较为单一的审美 或者是那种外貌至上主义 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 但是他们人均较高的审美水平 我们也是不得不服的 那作为一个在韩国已经生活了十年的外国人来说 韩国作为一个初级的想要学习和接触审美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就会从四个角度来详细的说一说 我在韩国所感受到的不同的审美培养 第一点是艺术展 熟悉我的粉丝也都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展览的人 而且特别是遇到那种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展览的话 我就会异常的激动然后兴奋 仿佛灵魂受到了洗礼和升华 我觉得韩国看展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看展的全民化 不管老人小孩还是家族聚会或者是情侣约会 大家都能很顺理成端的把看展这个行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这也就导致了韩国除了比较大众的 比如说一些国立美术馆啦市立美术馆 很多小众的开罗里他也到处都是 而且很多小儿精致入场还是免费的 艺术和生活其实在韩国都基本上能够融为一体 第二点就是逛街 其实逛街的时候店铺的审美 选品的审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地方的人 他有什么样的审美水平 因为说实话日常中的一些吃穿用度 你商店里面有什么我们才会买什么对吧 那逛街的时候服装就不用多说了 而且尤其是K-POP近几年在欧美市场的大王 也就将K-Fashion顺理成章的推向了全世界 我觉得他们的时尚体系相对于中国来说 它能够更加的平民化和市场化 就是说在韩国以任何的价位 你都能够买到较高设计感的衣服 或者说呢是那些明星同款 简单来说呢就是高审美时尚这件事情 它的门槛不较低 我们在逛街买衣服的时候呢 很容易挑到自己喜欢的 而且绝对不采雷 另外呢韩国所有的一些商业品牌呢 他们也都非常的会搞事情 我觉得韩国这些品牌 他们branding都做得很像回事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品牌都向艺术看见 不管是这个品牌的店铺装修啦 还是和艺术家合作的产品呢 都能够较好的掌握一个度 艺术和商业的平衡做得非常好 如果说看展做到的更多的是 参与到艺术当中来说的话 那么艺术感的品牌呢 它就真正的做到了艺术的购买 也就让更多的艺术更好地 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来 与此之外呢 我们日常逛的一些 比如咖啡店啦 餐厅啦 他们也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和标准 进行运营 哪怕是六个弯或者是逛街的时候 就能潜移默化的 更加沉浸式的来提升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水平 第三点是香水 很多人都一直在用香水 但其实香水相分这个品类呢 也都是近几年来 才慢慢的变得大众化起来 我们都说时尚的完成 其实是香水 那香水作为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呢 其实是反映了我们 隐藏在身上的一个隐形的审美 韩国的香水展呢 也非常的多 除了我们熟悉的一些 商业的香水展之外 还有很多的一些高级小众品牌 和本土的香水手工坊 这些品牌呢 结合我们亚洲人 对于香水和气味的 这样的一个审美和喜好 在韩国呢 也是广受好评 而遍布各地的香水展 它也更好地通过视觉化的一种呈现 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香水 体验香水 无意中呢 也是慢慢提升了 人们的嗅觉审美 第四点呢 是皮肤管理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妆造和韩国的妆造 最大的不同 就是中国人更喜欢 门角蜂鸣的立体感 化妆呢 也更喜欢色彩明艳 大气华丽 而韩国的话呢 它的化妆则更喜欢自然清新的感觉 尤其是最近特别喜欢水光感 自然清爽 它没有一定的攻击性 其实所推崇的这样的一种 自然清新的化妆风格呢 它也要求你的皮肤底子 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肌肤状态之下 所以当我们大家读夸 或者是在问 为什么韩国人的皮肤这么好的时候呢 这是离不开韩国人定期的 做皮肤管理这样的一个习惯 皮肤审美呢 其实也就成为了所有韩国人 在日常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习惯 而且呢 这样的一种审美 完全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来影响到你 就比如说我之前的话 认识一个来韩国做交换的一个美国朋友 他在来之前呢 就属于完全一种 对自己的外貌完全不会介意 也非常的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从来不会觉得 自己需要在哪一方面进行一个管理 但他告诉我就是 他在这边待了三个月之后 他很难以置信的发现 自己能够 比如说在面部有一些改变和提升 我们撇开审美焦虑这个话题 确实整个韩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 会不断的push 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去 让自己的肌肤状态变得更加的健康 而皮肤管理呢 作为我们外貌审美 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呢 我个人觉得 韩国人在这一块做的是 非常的专业 并且普及的 补水啊 清洁啊 镇定啊 甚至包括皮肤科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环境 他已经超出了皮肤科这样的一个概念 更多的把更多的艺术啊 展览啊 这样的东西 和皮肤科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这一点呢 我真的不得不负 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加健康 自然的好肌肤 所以每个月的皮肤管理 也成为了我皮肤成美的一个日常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韩国的话 我相信一定能够体验到 我以上所说的这四个细节 最后别忘了点赞 收藏 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安妞